一家一来自台湾 现在都在上海的春秋航空公司 担任称务员的职位 大学的时候念的专业是航空管理 本来这份工作之前 我是在我的母校 做一个行政业务的职位 然后我们老师跟我说 然后春秋航空有招聘 就推荐我去这边应征看看 你几岁的时候加入这个 三十 正好三十 三十岁 对 做空姐 对 然后你知道你自己是大龄 我知道呀 年龄真的算大大的 可能在台湾有一些遭遇 然后受到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然后随时所以想要重新开始一段生活旅程 所以就想说来到上海 你去失恋了吗 对 开始交往大概是大学一年级下学期 然后到分手那个时候来十年了 对 十年 我觉得来这边呢遇到很多新的事情 新的生活圈 认识了新的男朋友 家里面的人会觉得说你年纪也不小了 你也可以出去创一创看一看 对不对 毕竟我们是讲一样语言的人 然后我们也是辐射像镜头发是一样的 我们只隔了一条台湾海峡 你如果不去试你不知道结果 接着2017年里 大陆的出口旅游人数已经到了1.29亿 对1.29亿这么多的游客旅游人数造就了我们大陆蓬勃发展的航空业 正常的一般如果是在台湾飞 多长时间可以什么坐舱里长 这个要十年 十年 因为台湾的话人很多 他们的飞机上面最少有五个人六个人起跳 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年纸很长的 这么轮也轮不到你 那有旅客听出来你是台湾人吗 有 然后他们都会讲 为什么你台湾要来这边上班 因为这边工作好啊 我觉得上海是一个蛮好的地方 还有很多的机会 因为他们愿意给机会给愿意想要去尝试的人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